大家是可以自在地外出用餐 所以餐饮业其实也开始起死回生了 我们来看看几家连锁的餐饮集团 真的表现都很不俗 像是八方云集 三月份的营收有5.44亿 年增率超过了9% 而豆腐的三月营收也有1.88亿 年增率更高了 有超过16% 那至于干杯也是三月营收报喜 合并营收有2.56亿 年增有1.19% 其实都生生剩下了同期的新高纪录 那虽然接近疫情升官 不过因为政府并没有要寄出紧缩的措施 所以相关的餐饮业者 大家的斩电脚步还是没有停下来的 看来营运的动能都很畅旺 因为民众没有办法出国 那原本的这些钱就拿来吃好吃的也不为过吧 我们来看号称新一区Buffet天王 台北最高楼的吃到宝餐厅 想想有分店的消息释出了 二店要进军到新北 插旗在新装红录 不过因为最近的原物料涨了 所以集团也宣布从5月1号开始 旗下的四个品牌的价格通通都会调涨 平均的涨幅大概是在7%左右 那么汉兰美食集团的旗下Buffet霸主 汉兰海港自助前厅也已经开涨了 从今年1月份就已经调涨价格 这涨幅最高大约是超过一成左右 不过这吃到宝商机看来还是蛮庞大的 现在就连新业也创下了新的核食品牌 手店是开在北市南京商圈捷运的 共购大楼 主打核食跟日本料理 要呈现浓浓的日式风情 那么虽然说很多家的价格 吃Buffet都要稍微贵了一些 不过其实也有餐厅倒是反其道而行 把价格控制在千元之内 香喷喷骰子牛在煎台上翻炒 一旁还有火烤结瓜烧肉串 通通放上台面 现切卤烤牛排 泰式凉拌海鲜 还有新鲜生鱼片 浮夸海陆食材 通通吃到饱 我觉得很特别 因为在外面都没有主打 就是南洋风味的Buffet 然后就跟朋友还有家人一起过来吃饭这样 玉鼎集团旗下经验会馆 开设新南洋Buffet品牌 插旗新北市新庄 市营运期间坐无虚席 因为相较其他吃到饱餐厅不断涨价 逆市主打千元有找 现在定位基本上 我们这三天都已经订满了 那像今天基本上还有现场 还有大约10主客人在现场等候的后补 原先是以婚宴会馆为主题 所以我们在食材用量上 其实数量是庞大的 所以现在只要有足够的量 现在我们在采购的溢价能力上 就会比较强 另一家日式料理吃到饱旗下的新品牌 也即将在月底开幕 目前已经挂上招牌 进驻捷运站的贡贡大楼 新夜餐饮集团新品牌 插旗北市闹区来势汹汹 除了要把日本女将服务文化搬到餐厅 还提供近百道正统合十金之料理 另外网品集团 日前也刚推平价烧肉吃到饱品牌 锁定西门定商圈 可能会吧 对 然后可能也要看它的价位 是有没有符合那个 跟它的那个接摩城镇 有没有符合我的期待 在这一两年 我们会还是在台湾来讲 还是会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机会点 所以我们还是不断的 这严宁跟发展新的品牌 主打高CP值 评价失道保业者 祭出自家绝活 在疫情消费市场 杀出血路 三零新闻苏 李孟山 台北报道